一定要记住 以后青年所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 最近这段时间 关于AI诈骗的消息铺天盖地的 因为随着AI的进步 骗子可以通过AI的技术 伪造你的声音 换脸 造出你的替身 跟你的亲友们去视频通话 骗取到他们的信任之后呢 再跟他们要钱 所以呢 当现在咱们还在担心 AI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已经有人被AI掏空口袋了呀 安徽警方刚刚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骗子呢先拨通视频电话 故意让你看到他的脸 但几秒钟之后就挂了 说他在开会 没有办法继续通话了 然后呢再让你加他的QQ 找借口让你给他转钱 有人仅仅通过9秒钟的视频通话 就被骗走了245万 不过还好呢 这位受害人事后很快就跟朋友又联系上了 知道被骗之后马上就报了警 现在已经追回了132万 中国互联网协会就提醒大家 在AI这个时代里面 不管是文字也好 声音也好 图像也好 甚至是视频 都有可能是深度合成的 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呢 要知道市面上所有的诈骗 都是以下的套路 首先呢 骗子跟你进行接触 再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获取到你的信任 然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 最终让你按照他的指示 做出一些伤害你自己利益的事情 在这一连串的步骤中 最难的是哪一步啊 获取信任呢 但这一步如果做好了 简直都可以达到洗脑的效果 在以前的时候想要获取到陌生人的信任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假扮权威人士啊 比如我是公安的 我是法院的 我是检察院的等等 但这样的诈骗呢 一旦金额大了的话 也很容易引起人怀疑 可是当骗子们已经开始使用AI之后 这个玩法已经变了 他的用时更短 见效更快 也更容易获取到你的信任 这个时候 这些骗术的杀伤力只会变得更大 甚至完全有可能把你的积蓄全部都掏空 要知道诈骗和反诈骗 这对毛和盾总是毛跑在前面 反诈骗的盾在后面紧紧的追 那么在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盾牌之前 同时又在AI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以后要怎样去信任一个 不在跟前的熟人呢 只能更小心更谨慎了 所以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 以后如果再碰上亲友 让你转账汇款的 我给你总结了两个建议 一定要仔细听 第一呢 延长语音通话 或者视频通话的时间 真正熟悉的人 性格脾气很难造假 多聊几句 最好聊些以前没有聊过的事 总会发现破绽的 同时目前的AI技术 还没有完全达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视频的时间稍微长点的话 就会出现口型错误啊 边缘抖动等等的情况 你甚至可以建议一下 对方是不是能够大幅度的摇下头 张下嘴等等 第二就是 一定要回拨手机号码过去 或者再用其他的方式交叉 验证一下 他给你借钱是不是真的 总而言之 AI这个磨合已经打开了 它的好 它的坏 我们都只能一步步的接受 打不过就改规则 现在欧盟是一意孤行啊 不管中方乃至欧洲的诸多车企 包括奔驰宝马大众等等公司的反对 宣布要对中国产的电动汽车 大幅加税 加多少呢 比亚迪加17.4% 吉利加20% 对上汽呢 加38.1% 其他的车企 全部加21% 此外呢 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加多少呢 这个另外再决定 欧盟说如果跟中国没有办法打成解决方案的话 那这回的加税 从7月4号起就要开始实施了 在这个加税方案里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第一呢 是上汽集团怎么特别高啊 38.1% 其实按理说 上汽跟大众是深度合作 但是呢 欧盟毫不手软 原因 据说是之前呢 欧盟在调查的时候 要求大众提供电池等等敏感数据被拒绝了 第二是 特斯拉被特殊对待了 它的税率要单独制定 因为毕竟它是美国独自的汽车公司 估计欧盟也是投鼠忌器吧 那对于这次的加税 咱们的商务部强烈反对 表示说欧盟此举是罔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 中方高度关切 强烈不满 在中美争端开启之后呢 欧盟成为了中国最需要争取的贸易伙伴 对于欧盟来说 中国其实也很重要呀 尤其是他们的企业界非常重视中国市场 之前呢 大众就投资24亿欧元 跟中国搞自动驾驶技术的地平线 成立了核资公司 哪怕是冒着得罪德国政府的风险 大众也坚持运营新疆工厂 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 宝马还宣布要对沈阳基地增资200个亿 还有奔驰也表示过要加大对华投资 所以说呢这次加税的消息一公布 这三家是第一时间出来反对 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他们坚定的拥护自由贸易 虽然说欧盟其实跟咱们中国的互补性是很强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 现在全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抬头 都在去全球化 加上前几天欧洲大选的结果出炉 右翼跟极右翼的势力在大幅扩张 在这个背景下 取悦选民 尤其是争取底层民众的选票 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那欧盟没有那个底气去叫板美国 为了给选民一个交代 结果就是拿中国企业出汽 那按照这个20%左右的加税幅度 对于中国的汽车企业来说 肯定是很不利的 重灾区不用说肯定是上汽了 原来它就是当前出口欧盟数量 排在第一名的车企 二三年出口数量接近26万辆 税率呢它也是最高的 那现在估计只能希望欧盟跟中方 能够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了 其实呢估计欧盟也知道 光靠加税肯定挡不住中国的电动车 因为咱们电动车的优势在于充足的人才 广泛的应用场景 家花没有野花香 独门独院比楼香 不要误会 这里说的这个独门独院呢 不是北上广深上亿的大别墅 而是乡间地头只能住 不能卖的宅基地 但是说是不能卖 可是现在他们好像也有价格了呀 不久前呢 安徽凤阳县就推出了一个政策 说如果你资源放弃你们家的宅基地 进城买房 给你五万块钱的购房奖励 紧接着江苏南通也跟进了 退出宅基地的给购房奖励 讲多少呢 这个标准全是各地自己来置地 网友们本能地吐槽 凡是鼓励你的都是让你填坑 凡是禁止你的都是有好处 不想分给你 什么是宅基地呢 就是农民们获得的 可以用来盖房子的土地 虽然呢个人是可以使用的 但它的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只能住不能拿去卖 在一些人口流出严重的村子里 晚上黑着灯的房子都不止一半了 到了饭点只有零星的烟宠还会冒烟 人都出去打工了 那既然人都到城里去了 给他们补贴点钱在城里买房 这个逻辑不是很顺吗 可是再一看 网友们的议论基本上都不买账 大家怎么说的呀 如果退休了 每个月能给我五千块的养老金 那好我第一个报名 现在城里哪里还有稳定的工作呀 月月共还得起吗 物业费水电费 燃气费取暖费 负担的起吗 就比如说安徽凤阳这个地方 它的房价五千到七千一平 五十万就能买一套房了 首付呢最低七万五 这么看起来 奖励五万块确实是解决大问题了 但是之后呢 在这样的小城市里面 能找得到稳定的工作 每个月还几千块钱的月共吗 如果干快递外卖什么的 将来没有退休金怎么办呢 而且如果农民真的想到城里去买房 他难道真的是缺这五万块吗 有农民兄弟直接就点破了说 他们房子卖不动了 打咱们的主意了吗 现在呢各种利好刺激买房 但是旧事猛如虎 大家原地处 十四亿人放眼一看 只剩下很多的农民兄弟 还没有买房了 但是想刺激他们买房 恐怕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呢 得要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最起码在城里得有班上吧 退休之后能有钱花吧 第二是 房价都有企稳的迹象 农民们的钱更是血汗钱啊 他们哪里会敢拿全部的家底去博房价呢 所以就目前给出的条件来看 这个政策大概率效果平平 很难打动人心 但是呢 再仔细琢磨琢磨 打小时第一枪呢 是安徽凤阳 那可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就是这里 在这里搞试点 确实会让人浮想连篇 我们国家现在城镇化率 虽然已经到达66%了 但是距离发达国家的80%还有空间 而且呢 随着上一代留守老人的离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宅基地控制出来 土地就是财富 想想那些闲置的平均一两百坪的宅基地 确实挺浪费的 虽然呢 现如今的试点很有可能也是在探索生化土改 提升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有一份研究报告就估算了 全国存量宅基地的土地价值 如果呢 把它们进行市场化流转 存量宅基地的转换市场价值 大约有3.5万亿 而闲置宅基地的转换规模 大约0.9万亿 那就说 如果这些闲置及存量的宅基地被激活的话 可以真正的增加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 所以说呢 凤阳的试点很有可能 不仅仅是奔着卖房去库存这一个初心的 当然了这个事涉及到的是深层次的改革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浓眉大眼的苹果公司又在摸着支付宝过河了 顺便呢 又狠狠地捅了美国银行业一刀 最近呢 苹果公司不是宣布跟高盛合作吗 它要推出一个收益率高达4.15%的储蓄账户 这个收益呢 不光比美国的平均的活期收益水平高 而且呢 比咱们的储蓄利率 或者是余额保零钱通之类的 要高出一倍 存一个小目标进去 一年光利息就415万呢 而且呢 因为有着高盛这样的大行存在 这个存款的安全性也会相对的更有保障 要说起来 苹果是诚心想把咱们的支付宝给摸凸的节奏吗 这个操作跟当年的余额保简直一模一样啊 收益高 还很灵活 也没有什么最低存款或者是余额的要求 转账也不用收手续费 这么多优点 那你说你普通银行还怎么顶得住啊 前段时间那些银行们才刚刚经历了一轮生死节 存款在大量的流失 而在这个时候呢 苹果又不讲武德 趁你病要你命 在背后又来上了一刀 这个事呢也不排除 库克是不是看了马老师那句口号之后产生的灵感呢 不过呢 这个事对咱们来说 现在还只能看看热闹 因为苹果公司对这个业务是做了限制的 仅仅只适用于美国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需要通过信用审批 但我们都知道 苹果是一家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公司 赚钱能力又强 市值长期全球第一 它怎么也非要来搞金融呢 而且它现在给这么高的利息 能赚钱吗 首先啊 确实我们知道苹果是很赚钱的 但是它也有危机感 因为苹果的主营业务 已经有进入到平静期的迹象了 这些年呢 由于软件层面没有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导致全球的智能手机出货量都在下滑 因为硬件性能再强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了 所以呢 你没发现吗 很多人原来是一年换一次手机 现在变成N年一换了 还有人开玩笑说 我的iPhone7还能再坚持两年 那么在整个手机市场缩水的同时呢 苹果自身的份额也在下降 一季度刚刚出来的数据显示啊 三星已经成了市场份额的number one了 而苹果成了老二 而这呢 还是在华为退出了相当一部分 高端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说呢 苹果现在也在寻找新的业绩增长曲线 之前不是搞汽车吗 但是进展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那既然现在都已经摸了咱们的石头了 就学着阿里腾讯们进军互联网金融 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了 而且这个互联网金融确实是好赚钱的 同样是造手机的小米 去年净率是85亿 但是它的消费金融业务半年就赚了一个多亿 而小米金融在这个行业内 可能只能算得上是三流 它的盈利能力比起阿里腾讯来 差得太远了 而苹果要是入这个局的话 在美国那边直接就是龙头的位置 而且呢不得不说啊 苹果入局的这个时间也很巧妙 刚好呢就是在美国加息周期的尾巴上 它才能给得出让人无法拒绝的利率 大幅的提高吸引用户的效率 那等到以后这个降息周期一旦来临 它已经把用户都给圈住了 随着未来利息慢慢的变低 日子不就越来越舒服了吗 看起来科技的镜头也是金融呢 有多少人现在已经不敢看账户了呀 又有多少人现在都不敢看大盘了呢 咱们莫非这是想三个月走完日本30年的下跌路吗 这个月A股德跌幅创造了历史 创业版下跌16% 是16年熔断之后最惨的一个月 科创版下跌18% 是成立以来跌幅最大的一个月 中正2000下跌了21% 跌幅历史第二 再这么跌下去 韭菜都要断茶了呀 经济学家刘一辉最近又忍不住呼吁 就是再大手笔一点 短期拿个两三万亿出来 长期拿出十万亿 为什么必须要救市呢 因为如果很多人同一时间一致的卖出 那市场一时间没有那么多资金承接 股价就会暴跌 这就是股灾的本质流动性危机 你想啊 当一个雪球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时候 它会越滚越快的 根本停不下来 杀伤力极大 这个时候呢 只能靠外力先把它给顶住 出手的越晚 救市的代价就会越大 早在1月9号的时候 刘一辉就曾经建议把A股的融资暂停 让股市休养生息 但是现在 他认为救市难度已经升级了 最近呢 其实神秘资金也在持续的买入护城 在买中字头等等的股票 但由于力度不够 结果周小盘更加血腥下跌 救市救出了个股灾 至于到底该怎么救市 刘一辉的建议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挺靠谱的 他说呢 可以设计一个收益互换的金融结构 让保险公司可以敞开来买股票 国家对证金公司 给保险公司兜底 五年内 如果保险公司的年化回报率低于4% 那就证金兜底 给补足这个差额 保险公司有30多万亿的盘子 随便买个几万亿 那真是轻轻松松的事 而且保险公司现如今资产荒 他们买国债的收益都不到2.5% 正愁没地方花钱呢 这个方案根本不需要多印钱 只要证金得到央行的承诺就行了 而且4%的保底其实也不多呀 现在护身300都已经跌到了2018年的位置了 股息率都达到了3.2% 纯靠分红都差不多够了 更何况现在这个位置 拉长时间来看真的问题不大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们的港A股跌到了45万亿市值 什么概念呢 9个上海2023年的GDP 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就这么蒸发掉了 这得是多少中产的积蓄 多少企业家的实业 多少普通人的饭碗呢 再这么继续蒸发下去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刘一辉还说了 成立了凭准基金 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会动用的 就放在那里 就像供在神坛上的官邸爷一样 时不时的烧根香拜一拜 那就是一份信任 看到带头大哥真的拿钱出来了 小弟们也就没有那么怕了 其实呢 这也是典型的预期管理 美联储在这方面就比较老